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韩国帅气男演员金正贤 金正贤,1990年4月5日出生于韩国釜山 家中有三兄妹,她排行第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小学时期因为人缘好当过学生会长 初三时尝试了配音,看到观众很喜欢她的表演,就开始对表演产生兴趣 她在学校就读期间,一边上表演课,一边参加学医会中的戏剧演出 2009年,她考入韩国艺术综合大学演剧院,并于大学期间入伍服役 成为韩国演艺圈少数的出道前便服完兵役的艺人之一 毕业后,金正贤开始活跃于舞台剧 通过在舞台剧以及在短片中出演角色,不断积累演戏经验 后来在2015年,获得独立电影超人的试镜机会 成功担当该片男主角,饰演体操选手道显 作为演员正式出道 此后凭借该片获得第25届韩国辅日电影奖最佳新人男演员奖提名 2016年,与孔孝珍,曹正是合作首次出演电视爱情喜剧《嫉妒的化身》 应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表纳丽的弟弟表之烈一决而受到关注 到2017年,金正贤出演古装剧《逆贼》 偷百姓的盗贼 在剧中饰演与红鸡瞳同时出生 命运却截然不同的将士莫黎 凭借着这个角色,在2017年NBC演技大奖拿下了第一份肯定 《男子新人奖》 金正贤虽然出道时间较晚 但通过出演多部影视作品 让其知名度在短时间内有了很明确的上升趋势 之后几年亦参与了多部电视剧挑战不同的角色 到2018年5月 与少女时代徐贤合作出演NBC水母剧《时间》 在剧中饰演男主千秀浩 然而在拍摄期间发生了小插曲 令她跌入演艺生涯的低潮 她在发布会上板着脸 表情一直都不是很好 态度看起来有些傲慢 还拒绝女主徐璇的玩手合照 一度令场面相当尴尬 后来事件发酵的越来越大 金正贤和所属经纪公司回应道歉后 最终宣布因入戏太深而抑郁 外加身体健康原因 正式退出该剧的拍摄 直到2019年12月 金正贤在蔡茨回归荧光幕前 出演TVN浪漫爱情剧《爱的破将》 在剧中饰演着有小聪明和厚脸皮的 固执青年企业家俱成俊 不管在剧内 剧外都俘获众多女性们的芳心 在《爱的破将》最后一集播出的那天 金正贤饰演的角色俱成俊 甚至在韩国实时间热搜排行榜排名第一 以证明她的演技受到广扎观众的关注 之后 更站台《为爱的破将》 一起出演的徐志慧所主演的电视剧《一起吃饭吗?》 作为特别客串嘉宾出演 让影迷们开心 又可以看到二人的精彩合作了 最近 金正贤将与申会善共同出演TVN古装奇幻喜剧《折人皇后》 该剧是一部以严肃的朝鲜时代为背景 有无厘头搞笑古装剧 也被人称作是韩版的太子妃生之际 两人的颜值演技都是顶级在线 让大众十分好奇 折人皇后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 那就让我们期待金正贤的精彩演出吧 好啦 今天的罪人物就介绍到这里 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更多的更新 那我们下次再见